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这个北导庸频道 今天是2024年1月17日第1115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港股用脚支持内地经济数据 在我们这一集正式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给个like 分享我的频道 还有订阅它 那就最好了 我们的1月份又看回这一幅图了 今天又是紧张刺激的 因为早上我看到有这个情况 因为今早在10点46分的时候 恒生指数跌412点 我一看我 又没有搞错 怎么会跌得这么紧要的 因为内地有些数据就出来了 这些数据全部都是很重要的数据 所以今天原本要讲其他的题材 全部让路 今天就是讲我们中国的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数据对我们香港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背靠祖国嘛 祖国可以 那我们可以可以 所以今天大家不妨听清楚所有的数据了 好了 今天早上就跌412点了 打算下午回来 会不会因为数据好 所以就会有国家队操入场 然后就把恒生指数炒上去 因为在早上一天里面 已经跌了400多点 很过分 因为今天已经跌到皮包骨了 再跌下去真的没什么肉吃 但是你不要管 今天的恒生指数收市是跌了589点 哇 势非你了 正如有些观众所说 我们香港的股市天天都要颁奖给它 今天第一个奖要颁奖的就是看完一月份 这么多个日子里面 这一天是跌得最痛的 所以又拿第一 颁奖多个奖给它 第二个奖要颁奖的就是在一月份里面 这个恒生指数创新低再创新低 颁奖第二个奖给它 今天的恒生指数只有15276点 成交金额第三个奖要颁奖给它 看完这么多日子里面 也是这一天成交最多的 有成1305亿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沽压的能力 或者压力都非常之大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助到 我们香港的股市 会好一些 应该有的 那就要靠一位员工了 这位员工就是我们的财长陈茂波 因为他去了瑞士之后 参加了这个世界论坛里面 即到当地就立即拿着一个最有钱的 沙地阿拉伯的财长聊天 那顺便推销我们香港的金融优势 那我们香港的金融还有优势吗 有 恒生指数跌得这么紧 这些就是优势 所以说我们香港连接着国家的嘛 而且又是跟全球有一个很联系性的嘛 所以那个network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就更加要欢迎沙地阿拉伯的资金 下来我们香港 找我们香港这个平台 作为拓展内地的市场 和拓展整个亚洲区的市场 我们香港都是不宜之选 所以期待更加多香港和沙地阿拉伯 有更加多的商向的金融的协商 合作 这样说 波叔真的没得顶 他除了对那些有钱的国家 沙地阿拉伯不断地游说之外 他没有空间的 他没有空间的 因为他更加接见了这个尼日利亚的副总统 这些国家他也不放过 所以我说波叔应该加工给他 如果不加工的话 勤工奖也不能少 因为他真的帮我们香港出了很多力 所以他是我们香港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员工就是一个很好的资产 他就叫尼日利亚 如果有空的话 对的话 到来香港申请 或者到来香港做生意 不过我想告诉大家 尼日利亚平均人均的收入 一年大概是二千多美元 就是说我们香港富有的人 吃了一顿饭 都差不多吃了去的了 所以不可以这么多了 大小通吃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的事 因为我们香港现在 正是处于一个水深火热的境界 我们在上一集第一千一百一十四集的时候 就在问港交所到底会不会倒闭 如果我们香港再这样跌 今天也是跌的 还跌得金过昨天 应该也没什么事 不过我们香港可能会内伤得更加严重 其中这个港交所的股价 昨天还在做二百四十一元左右 今天香港的股市跌得这么剧烈的话 它一定不能够逃难 一定是糟糕的 所以今天就跌多八个八 现在最新的成交金额 或者收市价就是二百三十二元左右 或者二百三十三元 还会不会跌呢 应该还可以跌的 可能我昨天 不知道是不是说话太囂张 我就说股市跌对我影响不大 令到这位观众又出回来 我以为他已经走了 又出回来 他这样说 他说你的股票怎么会跌了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真的没有问题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都要说我有问题 他说你四十六元买日是长实的 今天就跌到三十六.九 就是说昨天的事 他说你已经舍得妈妈都不认得 首先我又没有告诉你我买多少 我又没有告诉你我分身 我怎么会输到妈妈都不认得呢 我又不是很明白的 如果你输不起的话 那你就不要买股票了 那股票好像今天这样跌 不只是我一个人输的 是全香港人都输的 是全部都输得很紧要的 那这一件事大家都要承认才可以 不要只是说我 他还有东西说 他说你还说自己在股票上跌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是有良心的话 必须要告诉人家 不要再买长实了 我没有推荐过长实的 我只是说我自己买了 我喜欢分析他的股票 那关你什么事吗 还有他仍然这样说 他说长实这一只股票 将会在很短时间之内 就会跌破历史的低位 就是35.9 这一句要赞一赞他 他真是做到的 因为今天已经跌穿了35.9 那又如何 不过他最后这一句 我就不是很认同 他就说香港所有上市公司里面 最危险就是这一只股票 我都不明白的 他是不是在李嘉诚身上 输了很多钱 输得傻鬼了 所以也要针对这一家公司 那如果整个YouTube 都是只有我一个人说的话 那他可能就留在我这里 如果不是只有我这一家 就是这个频道说1113的话 那他很不空 周围都要去跟人家说 不要买这一只 不要买这一只 不是这样的 那好像昨天的恒生指数 跌了350点 那其实呢 你看看长实里面 每个都要跌的 因为为什么 大市跌 那这些是长实 他们整个系列 都是大部分 都在这个蓝筹股里面 那怎么会不跌呢 只不过就是 有些呢 就已经是慢慢升上来 那有些可能做得不好 还有啊 长实 我一早呢 之前也说了 那么多个长和系里面 长实实在太多资产在香港 你记不记得 我一直都是这样说 我还在说 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香港的资产呢 可以包装得好些 卖了它可以套现回来呢 我一向都在说这个问题 所以它现在的情况不行 那也没办法的 那 如果以昨天的收市价来计的话 我46元买入呢 我不怕告诉大家 我虧了差不多成两成 不过都没办法的了 要虧的话 那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虧的 我打算 短炒可以拿回多少 那我也不知道它会跌得这么厉害的 那就慢慢等下了 何况呢 它也有股息派的嘛 如果今年来呢 我收了这一次的股息的话呢 那我应该都收了 差不多两年的股息了 那其实呢 某部分上呢 已经是可以减少了那个损失来的 所以我损失不是很严重而已 你不要以为我损失很严重 那港灯又慢慢升上来啦 长江基建呢 我也都在高位的时候呢 都着量呢 都退回多少 就是说卖出多少的股票 那所以我现在 你说我没有虧呢 是假的 一定有 一定是做得不好 但是你说对我压力大不大呢 我觉得一点都不大 所以呢 请你不要再留言了 我再三和你说一声 你不要再留言了 你如果要说的 请你去另一个频道那边说 你经常在搞搞阵 我真的觉得你很烦的 还有这个113到底有什么不好呢 你说它是全香港上市公司 最危险的一只 那我想问你了 333这家公司 由32元跌到两毫子都不够的话 跌了99% 2007碑桂圆由17.88元 跌到现在 大概0.68元 即是68仙左右 跌了96% 那你告诉我 究竟哪一家公司危险些 请你去搞搞阵 我们今天说回中国重要的数据先 今早一醒了之后 就在电台里面就已经开始听到 有很多国家的数据就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2023年的全年的数据来的 包罗万有的 也都可以告诉他 到底在2023年全年中国 到底做得好不好 因为我们香港背靠祖国的话 他的成绩好的话 我们都起码面目有光 而且希望可以帮帮手 顶着香港股市 所以我们今天香港股市表现得很好 因为我们用脚来支持 我们祖国的数据 那怎么说呢 大家慢慢听清楚了 国家统计局表示 去年内地居民的收入继续增加 农村的居民的收入增加速度 比城镇更重要 所以在2023年全年来说 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的收入 大概是39,218元人民币 如果在名义上来说 就增长了6.3% 如果扣除这个通胀格的问题 实际上的增长也有6.1% 那就是说 全国居民的人均收入 理量上 用实际点来说 就是所谓的实际增长 也有6.1% 这个信息不错 好了 至于在这个城镇的居民里面 因为他们是城镇 所以是比较富裕一点的 他们的平均可支配的收入 高达51821元人民币 名义上增长不及农村多 大概5.1% 好了 至于全国人民的平均收入的中位数 记住 不是平均数 是中位数 大概是33,000元 人民币左右 如果是好计算的话 你就当大约是3,000元一个月 这个收入算不算是好呢 那就自己去决定了 好了 另一个重要的数据 因为我们中国的GDP里面 大部分都是和房地产有关的 因为房地产就是我们中国人民 所有人的大部分的财富 去年的全国房地产开发的投资 就是高达1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不过按年就跌了9.6% 这个数据就不太好 因为比预期也跌得比较多些 其中住宅的投资在11万亿元里面 就占了大概是8.4万亿元左右 同样地都是要跌大概是9.3% 不过呢 因为这些数字 尤其说明面积的数字 实在太大了 我完全不懂得去了解 他说去年的房屋的开发的 企业的房地产的施工的面积 是高达83亿平方米 83亿平方米 哇 这个是什么数字 不是尺来的 是米 所以都非常大的 不过他说按年都要跌大概是7.2% 总之这些数据 告诉他房屋是继续在建的 不过就在萎缩 但是你要记住 因为我们等会牵涉到 我们的人口 就是中国的人口的问题 其实中国人口是减少了 如果现在再建多些房屋 即使是速度慢了或者少了 其实不断地有增长的房屋 对中国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接着就要说一些更加重要的 就是和人民绝对非常有关的 就是有没有公造的问题 就是内地就业的情况 这个国家统计局这样表示 内地的就业情况总体来说是稳定的 那城镇的失业率是有所下降 就是说多了人有工作的 其实他说2023年全年 全国城镇的调查 这个失业率平均来说是5.2%而已 那和去年比较还要降低了0.4% 那就是说其实是有改善的 不过好不好呢 就是降得多不多呢 那你自己自行决定 尤其在这个12月份 就是上一个月 全国城镇调查的失业率 就大概是5.1% 略为高于市场所说的5% 不过也没所谓了 5%和5.1%差不是很远的 不过今次他重新再公布 这个青年的失业率 因为曾经以前说的 这个青年的失业率 比如说在去年的7月左右 当时报的是21.3% 哇这个消息吓死人了 所以现在最新公布 就是说16岁至24岁的 这些年轻人 他们的失业率 是降到下去 只剩下14.9% 就是15%也不够了 回落了6.4% 大幅度是做得好些 不过当然这些数据 可以有很多方法 是可以令到数字是小一点的 比如说不包括了那些学校的学生 不过这个正常 学校的学生 他们都是intention去读书 他们没有intention出来做事 所以不算他们是很正路的 至于这个14.9% 你说没有以前那么严重 那属不属于严重呢 都是严重的了 至于这个25岁至29岁 原则上来说 是属于很低很低的了 好了 接下来最重要 当然要看我们的GDP 国家统计局同样地公布了 我们2023年全年国民的生产总值 GDP全年增长5.2% 完全符合国家之前所定下来的目标 所以是搞得定的 不过有一个问题存在 就是全国人口数量 就是人口的数量 按年减少了208万 如果208万 如果当是四个人一个 一个家庭的话 不见到几十万户了 几十万户的话 可以不用建这么多屋的了 如果再建多些屋的话 现在都人口在减少 还在连续第二年减少 这是一个问题 听着 这个数字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国家说的 全年的GDP大概有126万亿元人民币 记住 是126万亿元人民币 当然 这个126万亿元人民币 是分开三个产业的 第一个产业 就是做那些农村 农民那些 就是农产品那些 大概占了7.13% 这个我自己加上去 因为方便大家看 第二产业 就是属于这个工厂的 就是製造业的 占所有的GDP 大概是38%左右 都不算多 可能是在萎缩 第三产业 就是这些服务性行业 比如酒店 旅游 银行等等 占全国的GDP 大概是54%至55% 这些呢 他说全部都有增长 不过 因为第一产业 只占GDP 7.13% 可能太少 因为一个国家 如果能够做到够强劲的话 就在食物方面 一定要自工自给自足 才可以的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这条方法呢 就是这个GDP 是由C加I加G加X-M所造成的 今天呢 这个中国政府公布了的情况 我们当然要知道 C 因为C是很重要的 是代表这个消费品的零售总额 如果在这个GDP里面 全国是有大概126万亿元人民币的话 那多少是来自普通市民的消费呢 是占了47万亿的 47万亿就在这里 接着就叫做固定的资产的投资 固定的资产投资 就是代表I 就是代表公司的投放 那就是多个 竟然多过这个什么 消费者 那就是有50万亿的超过 那这两条数加起来 已经是90几万亿 接近100万亿的了 好了 所以呢 他这里就有说 货物的进出口总额 是41万亿的话 其实呢 是夹不了的 所以呢 因为这个出口减入口 应该是叫做淨出口才对的 所以他就没有了这一条的数据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就是这条数呢 要自己去计计 或者自己去推论的 就没有得自己看出来的 那今天呢 我都到处去看这些数据的了 那不过不要緊 现在只剩下G 和外贸那方面呢 是没有搞清楚的 那但是我们知道呢 如果126万亿 减去这个消费 和减去投资的话呢 其实G和这个 X-M的话呢 其实只剩下28万亿 或者29万亿元 那这两 29万亿到底是哪一个属于多些呢 那我呢 就再找到一个数据出来 这个数据呢 就是在这个政府的官网那里找到的 就是上半年 就是说2023年的上半年呢 政府的支出呢 大概是13万亿 那如果下半年呢 都是这么多的话呢 大概呢 就是会加上 那就是说 换句话来说呢 28万亿里面呢 有26万亿或以上呢 是属于政府 就是属于G的 那就是 最终最终得回来的数字呢 原来我们的外贸的数字呢 可能会很少很少的 那很少很少的话呢 那今天呢 有很多的报纸也好 媒体也好 都没有公布这个消息的 如果公布了这个消息 就是说出口那方面做得不好的话呢 可能又会另一个的催化剂呢 令到股市呢 继续跌下去的 所以呢 大家呢 要看清楚这些数据了 那我这些数据呢 如果拿出来有些不对的地方呢 希望大家可以更正一下 因为呢 我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呢 尽量找一些数据出来呢 是更加明白我们祖国 现在的经济的状况 和分布的而已 其实有些东西呢 真的非常不明白的 那既然我们中国的2023年的GDP 都符合了原本的设定 都是有5.2%的增长 那理量上应该是一个好消息才是对的 那但是 除了说香港的股市跌之外呢 其实在内地 无论是深证也好 上证也好 那今早呢 都没有跌得那么厉害 今早呢大概跌0.7%而已 谁不知呢 下午回来收市的时候呢 哇 很夸张啊 深证呢 就跌了2.5% 而这个上证呢 都要跌超过2% 那换句话来说 似乎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数据啊 那这个数据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那我相信呢 除了我今天拍片之外呢 周围的媒体啊 YouTuber那些呢 全部都在说这一件事的 所以大家不妨参考多些 你不要以为这些数据呢 不关重要啊 因为这些数据呢 对我们以后的投资的方向呢 是非常之大的影响的 不过呢 我们说回一些另外的说话给大家听一听 就是这个日本的股市了 那日本的股市呢 几日前已经讲开了 就是东京的这个证券交易所呢 它现在的总市值呢 已经超越了这个上海证券交易所了 所以就重返变成亚洲的No.1 那两者之间差多远呢 那听说这个东京的交易所呢 就大概有6.32万亿美元啦 那上海呢 就都是六字头 不过是6.27 就是差一点而已 那所以就输了 但是如果今天呢 这个上证再跌得那么紧要的话呢 理论上呢 是会将那个差距呢 是拉阔了的 所以现在日本呢 应该都仍然是No.1的 那你也知道呢 日本呢 其实都惨痛了很久的啦 曾经一度呢 哇 那个日经平均指数呢 它跌到呢 真是很恐怖 但是最近呢 已经慢慢慢慢爬上来 不过虽然是未去到这个高位啦 但是现在呢 已经突破了三万五千点啦 所以呢 离开的高位呢 已经是越来越近 那如果有一天突破了呢 那日本呢 就叫做重生啦 那但是重生得来呢 其实它用了二十多三十年 才可以做到这一样东西的 所以你都不需要特别兴奋 或者特别开心 因为呢 它都等了很久啦 那至于美股方面呢 其实呢 它又在酝酿着要跌的 只不过呢 就跌来跌去都不是好跌 所以呢 现在呢 应该要开始呢 安排一下 应该怎么做啦 那呢 有两间公司呢 要讲一讲了 那一间就是苹果 一间就是微软啦 苹果一向的市值 都是大过微软的 但是这一段呢 苹果就比较濕制一点啦 所以形成呢 这个微软呢 最终呢 现在呢 暂时呢 呢 全球呢 呢 因为它的市值呢 有2.9万亿元啦 那比苹果呢 是刚刚多了少少而已 那所以现在呢 就在做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啦 而且呢 微软的股价呢 也都升到去历史高位了 390元 那我很希望看到的就是400元啦 因为呢 如果看到400元的话呢 我相信呢 微软很快去管理层呢 就会把它拆小的啦 那拆小到底是一股拆成两股啊 还是一股拆成四股呢 那这个就无所谓啦 不过拆小了之后呢 就肯定会令到股价呢 有机会会再上升的 因为微软呢 你不要看它 收收买卖啊 其实呢 它做了很多东西呢 是比较出色的 所以呢 要慢慢看啦 另外呢 今年来呢 我都讲了啦 就是这个 Technology呢 是以后的世界来的 那你见到这个 这个英伟达啦 Anidia啦 哇 它的股价呢 越升越有 是真的很恐怖的 这一家公司 不过没办法啦 你越是说它有危险的话呢 它就越升给你看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美股呢 开始要慢慢部署呢 就是看它会怎样跌发的啦 希望呢 它会跌多些啦 因为长期都是这样向上升的话呢 事实上是不健康的 因为这样升化 市盈率推到这么高 一塌下来呢 大家就很伤的啦 所以呢 就是SQQQ啦 希望呢 有多些运行的话呢 那就最好了 好了 这一集呢 我们的数据很多喔 但是呢 我们明天呢 会继续公布多些的情况给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呢 继续留意我这个频道啦 感谢了 感谢了